牛客网程序员比试面试专题讲座 本期讲座的内容是与对列和站有关的知识 以及相关的高频面试题 编写一个类 只能用两个站结构实现对列结构 并且知识对列的基本操作 爱的操作 破操作跟peak操作 站的特点是先进后除 而对列的特点是先进先除 我们用两个站正好能把顺序反过来 从而实现类似对列的操作 具体实现 其实一个站作为压入站 在压入数据时 只往这个站中压入数据 计为stake push站 另一个站作为弹出的站 在弹出数据值 只从这个站中拿数据 计为stake pop站 因为数据压入站时 顺序是先进后出的 那么只要把stake push中的数据 导入到stake pop中 顺序就变过来了 例如将1到5 依次压入stake push中 那么从stake push的站顶到站底为5到1 此时完全把5到1 倒入到stake pop中 那么从stake pop中的站顶到站底的顺序就变成了1到5 接下来再从stake pop中弹出时 顺序就像对列一样了 刚才的过程虽然听起来简单 但实际上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首先 stake push如果要是往stake pop中 倒入数据的话 那么必须一次性的把stake push中的数据全部倒入 第二点是如果stake pop不为空 那么stake push是绝对不能够向stake pop中倒数据的 如果违反这两点就会发生错误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举一个违反条件1时发生的错误 比如我一次向stake push中压入12345 那么从站顶到站底为54321 此时在向stake pop中倒数据的时候 我只倒了5跟4而没有倒321 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了一次pop操作 那么4将会被最先的弹出 与原来预想的对列的弹出顺序就不一致了 违反条件2的情况我们也举一个例子 1到5一次压入stake push stake push将所有的数据转而倒给了stake pop 此时从stake pop的站顶到站底就变成了1到5 如果这个时候又有6到11次压入了stake push中 stake pop现在不唯空 按道理来说stake push不能够向其中倒入数据 但如果违反了条件2而把所有的数据再次倒入到stake pop中 那么从stake pop的站顶到站底就变成了6到10 然后是1到5 那么此时如果用户想进行弹出操作 6将最先被弹出 与预想的对列顺序也不一致了 上面我们解释了倒入数据的注意事项 那么这个倒入数据的行为在何时发生呢 你可以把它设计在add方法中破方法中和peak方法中都可以 总之任何时机都可以发生这样的倒数据的操作 只要保证上面2点不被违反 这样的一个操作都是对的 实现一个站的逆序操作 但是只能用地规函数和这个站本身的操作来实现 而不能自己申请额外的数据结构 首先我们来介绍第一个地规函数 这个函数的功能是移除站底元素并返回 那么它是如何实现的呢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假设有一个站 从站顶到站底一次为123 那么地规函数的过程为 首先在地规函数的第一层弹出站顶元素1 然后把站传到地规函数第二层 在第二层的地规函数中弹出站顶元素2 然后把站传到地规函数第三层 在第三层的地规函数中弹出站顶元素3 此时发现站空了 那么直接返回3 而不把3重新压回到站中 第三层返回了3来到第二层地规函数 第二层地规函数得到了第三层的返回值 也就是3 然后把自己当初拿到的2重新压回到站中 并且向第一层地规函数继续返回这个3 第一层地规函数得到了第二层的返回值 也就是3 然后把自己在刚才拿到的1重新压回到站中 此时站的元素从站顶到站底为12 并且最终返回了3 刚刚我们介绍了返回并删除站底元素的地规函数 即为GET方法 有了GET方法之后 我们接下来设计第二个地规函数 这也是整个过程的主方法 也就是实现整个站元素逆序的地规函数 依然以刚才的例子举例 现在大家看到的reverse方法就是我们的主方法 在reverse函数运行之后 整个站中元素将逆序 首先是地规函数的第一层 第一层中调用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过程 也就是把整个当前站中的站底元素删除并返回的过程 也就是GET方法的内容 那么第一层地规函数中 我们就得到了3 同时站底的3被删除了 然后进入第二层地规函数 同样通过GET方法 第二层地规函数的过程得到了2 同时把站中删除了2 第三层地规函数中得到了1 同时删除了站中的1 第三层地规函数返回前将1重新压回到站中 第二层将2重新压回到站中 第一层将3重新压回到站中 这样一来我们的功能便实现了 将站中从站顶到站底按照从大到小排序 只允许申请一个站 除此之外也可以申请新的额外的变量 但不能够再申请额外的数据结构 如何完成排序 将想要排序的站计为Stake 申请的辅助站计为Help 在Stake上执行POP操作 弹出的元素计为Current 如果Current小于或等于Help当前的站顶元素 则将Current直接压入到Help中 如果Current大于Help的站顶元素 则将Help元素逐渐弹出 并且重新压回到Stake中 直到Current小于等于Help的站顶元素 将Current压入到Help中 一直执行上面的操作 直到Stake中全部的元素都压入到Help中 最后只用将Help中的元素 再重新压回到Stake中 就完成排序了